分期归还乌克兰领土是结束俄乌冲突之关键 北京时间昨,3月29日,晚 俄乌和谈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结束 会后双方代表团团长和土耳其外长 分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各方一致认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并确定了和谈取得成功的路线图 俄方并宣布单方面降低对乌克兰西北面基辅 切尔尼哥夫和北面苏梅 哈尔科夫两条战线的军事行动 一般认为 这次俄乌和谈各方声称取得的重大进展 有四个 一是明确了乌克兰中立地位 二是触及了双方有根本分歧的 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三是确定了签署一揽子停火与和平协议的路线图 四是俄方宣布降低西北和北方两个方向的军事行动 受俄乌会谈取得重大进展的影响 隔夜欧洲和今天亚太股市大涨 能源、有色、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 我认为俄乌和谈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离达成真正的妥协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双方依然没有在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取得实质性突破 即使已经达成的所谓共识 也是各说各话 俄乌会谈究竟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 双方根本性分歧在哪里 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路线图究竟是怎样的 还有 如果签署了最终和平协议 西方阵营会立即解除对俄制裁措施吗 短期内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些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且让我来做一个简要分析 俄方强调的是 乌克兰答应不再申请加入包括北约在内的 所有军事政治同盟 不在乌克兰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 生产和存储 压根媒体乌克兰上述承诺的前提条件 是要签署一个有法律强制力的安全保障协议 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方强调的是 乌克兰承诺中立地位 是以乌克兰获得一个安全保障协议作为前提 这个保障协议 有北约第五条集体安全同等法律效果的条款 绝不允许重蹈当年乌克兰契合签署的 布达佩斯被忘录最后成一纸空文的覆辙 乌方还强调 这个安全保障协议 乌克兰方面要实行公投 理由是申请加入北约写进了乌克兰宪法 同时 依照北约第五条约定 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 这个协议 要经过各个保障国的议会批准 以免换了一届政府就不认账 协议应该成为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国家的正式法律 而不是政府间的外交协议 保障国有哪些呢 乌克兰谈判代表对记者提到了波兰 以色列 土耳其 加拿大几个国家 媒体合理猜测还有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也有提到中国的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召开西方阵营 几个大国领袖的视频峰会 北约也准备召开扩大的外长会议 邀请日韩澳外长参加 估计会商量 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名单 大家仔细品评 即使这个排在首位的最大共识 分歧还是有不少 乌克兰提出的安全保障条件 俄罗斯若是能接受 相当于给俄罗斯一个面子 乌克兰立马加入了一个小北约 而且这个有保障国组成的小北约 由于成员国不多 甚至比现在的北约更有效率 简单地说 双方如果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 明显是俄罗斯赢了面子 乌克兰赢了离子 不过 现在这件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二 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2014年以来 俄罗斯合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实际控制了顿巴斯地区两个州 顿涅茨克州 卢干斯克州 大约四分之一的领土 俄罗斯正是以保护这两个时控区为由 发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人 在这些俄语为主的地区 对俄罗斯族人实施 当年德国纳粹那样的种族清洗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尖锐分歧 之前的谈判 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都强调这个问题 没有商量余地 俄方提出了一系列保障乌克兰境内 俄罗斯族裔合法权益的问题 乌方一方面坚决否认 对俄罗斯族裔的种族清洗指控 同时表示愿意救个民族一律平等 以及顿巴斯自治问题 听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国际社会意见 这次谈判中 乌方提出停火后 俄军立即撤离顿巴斯地区 同时约定15年后 俄罗斯将已经合并的 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 在未来15年内 双方将就归还克里米亚的 具体安排进行磋商 俄方谈判代表 没有就此发表意见 只表示他们会将乌克兰方面的意见 向普京总统汇报 由普京总统来拍板 在这次俄乌冲突发生后 我就明确提出乌克兰人 不可能在顿巴斯问题上 做任何让步 但已经被俄罗斯 合并的克里米亚 给俄罗斯一个体面退路的 比较现实的做法 是约定一个10年 或20年的期限归还 想不到这次乌克兰方面 取了一个我文章提到的 中间值15年归还 全球媒体上 公开提出这个设想的 我可能是第一人 我当然不会狂妄到 认为乌方是听从了我的建议 只能说这算是一种巧合吧 只有双方都做出妥协 才可能达成和解 如果双方能在这个焦点问题上 达成妥协 就能减少战争带来的 许多生命和财产损失 是真正的双赢 如果不能妥协 那就只能在战场上一方 把另一方彻底打服 3.签署停火与和平协议路线图 俄乌双方达成共识 各自回去向总统报告 本次谈判取得的共识 和对方意见 若获得总统授权 将举行新一轮外长会谈 期间继续保持视频联系 确定具体谈判细节 如果外长会谈 在所有重大问题上 取得初步共识 双方开始准备 一揽子协议的初步文本 同时安排双方总统 直接面谈 敲定最终一揽子协议 这次会议没有谈及 双方签署一揽子协议之后 下一步如何签署 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协议 双方何时正式宣布停火 以及俄罗斯如何撤军 这是因为 根本还没有走完第一步 当然谈不上第二步 第三步 比如 乌克兰方面提出的 安全保障机制 现在俄方根本就没有 做出任何决定 甚至刻意没提 乌方保持中立国家地位的 这个前提条件 假如双方达成了一揽子协议 我来脑补一下 接下来就是按协议 双方立即停火 俄军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撤军 同时 同意对乌克兰 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 与乌克兰签署安全保障协议 之后乌克兰进行全民公投 其他协议签字国 提交各自国家议会批准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起落实 对乌克兰的国家重建资金支持 乌克兰顺利接收 顿巴斯地区 当然不排除 与当地武装发生零星冲突 但无碍接收大局 4.俄在两条战线降低军事行动 昨天谈判结束后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和国防部副部长 几乎同一时间 宣布降低对乌克兰西北面基辅 切尔尼戈夫和北面苏梅 哈尔科夫两条战线的军事行动 准确地说 双方说法似乎略有先后 俄国防部副部长的宣布在先 理由是第一阶段 军事行动圆满结束后 接下来重点加强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说法是 鉴于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俄罗斯方面愿意主动降低 东北和北部战线的军事行动 来表示善意 同时希望乌方相向而行 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 过去两周 乌方在基辅 切尔尼戈夫 苏梅 哈尔科夫周边地区 实施积极的防守反击 俄军损失惨重 俄军已经在自己阵地前 用火箭布雷车大量布雷 且战且退 部分俄军干脆撤回了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 简单地说 这两个战线上 俄军过去四周以来 早就处在被动防守地位 一直在且战且退 如果说俄军展示了善意 那绝不是从昨晚开始的 而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天 双方结束在这几个城市 大约十个小时左右的惨烈 向战后就开始了 有人没看过我之前写的 那个每日战况分析 可能看不懂我上面这段话 我现在也只能这样点到为止 顺便告诉大家 非常关心的 马里乌波尔前线的最新战况 许多中文字媒体说 马里乌波尔已经失线了 或者说俄军占领了全部居民区 乌军退守到了 很小的一块工业区内 该城随时可能被俄军全部占领 我反复验证的真实情况是 乌军依然牢牢地守住了 市中心和海滨地带 双方主要在城乡结合部 展开惨烈的巷战 双方损失军极为惨重 乌军事先储存了 大量弹药和粮食 一个月内都不存在 弹绝两段问题 乌军一支解围部队 已经打到了 马里乌波尔边缘 与守城乌军 仅有约20至30公里的距离 5.西方核实解除对俄制裁措施 有大量媒体报道称 美、英等国家表示 一旦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西方阵营就会立即解除 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看了相关报道的原文出处 美、英等国家表达的意思是 如果俄乌达成停火协议 他们会停止出台新的制裁措施 如果俄军完全撤离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切实保障 会逐步解除对俄罗斯 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 我相信 一般人都能理解 停止出台新制裁措施 与逐步解除已实施的制裁措施 两者的区别 显然 指望一达成停火协议 西方阵营就完全解除 对俄罗斯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 是不现实的 逐步解除的前提会非常苛刻 有几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第一 俄军完全撤离乌克兰领土 包括顿巴斯俄式控区 第二 对乌克兰的国际保障协议 获得乌克兰全民公投通过 并得到各主要保障国议会批准 第三 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 想想看 这个时间跨度其实是非常长的 考虑到俄罗斯还会为乌克兰重建出资 其未来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六 签署和平协议可能性有多大 我坚信 最终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是100% 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永不停息的战争 但我同样相信 暂时我没看到有签署一揽子停火 与和平协议的可能 舆论普遍夸大了目前取得的一点点和谈进展 而刻意忽略了在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保障乌克兰安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 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妥协或共识 正如战争开始之前和最初24小时 舆论普遍大大高估了俄军实力 而大大低估了乌军实力 北京时间今天3月30日上午 泽连斯基在最新发布的视频演讲中表示 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障 乌克兰在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不能也不会有任何妥协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则表示 乌克兰希望和平 但眼下迫切需要好用的武器 包括重型武器、火炮、防空和反舰导弹等 这才是乌方最清晰、明确的态度 乌克兰方面没有任何人的说法 比这两个人更权威 硬要我给出一个双方达成停火和和平协议的时间的话 我想至少还需要一个月时间吧 很可能三个月内双方都无法就上述 两个重大分歧达成初步共识 不信,我们等着瞧 随着春季的到来 乌克兰这片冰冻的黑土地眼下正进入翻江期 咱们中国的东北人都懂得 道路将变成支离破碎 处处都是泥命 这将给俄罗斯重型装备的行动带来巨大困难 而在上周北约峰会后 美国、英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升级版军援陆续到位 同时乌军从西部和北部抽调更多的精锐部队驰援乌东、乌南战场 双方更惨烈地拼杀 或许即将在乌东、乌南地区拉开序幕 我说了 我不会再碰俄乌战况这个话题 尽管我一直如履薄冰 还是导致了我之前所有公众号 何尝用微信号封禁两周的处罚 但作为一位爱好和平人士 鉴于读者的殷切期望 我会对俄乌和谈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进行评述 如果再被追加处罚 我可能就从网络上彻底消失了 我相信所有职业自媒体人 无论内心多么强大 都会对此不寒而栗 祈祷双方早日止息战火 祈祷乌克兰的持久和平早日到来 也祝福各位读者朋友 长怀感恩之心 珍惜我们拥有的和平环境 永远平安 快乐